9个月前我就做了一个三种搓搓绣教学的video 反应还不错 所以今天这个video我会和大家分享 如何DIY搓搓绣镜子 DIY之前准备这些材料和用具 连接会在description box 接下来就要决定design 那么我也在网上一直找灵感 看要怎样设计还要搭配颜色 但是怎样看好像没有我心中最喜欢的design 所以我就自己先画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的啦 决定好过后就选出你需要用到的毛绒颜色 准备搓绣布 把镜子放在布上面 然后用铅笔跟着镜子的尺寸再画大一些 等下做出来才会更好看 圈里面再画一个圈 那这个圈就是等下你照镜子的大小 所以建议不要太小啦 然后画你要的design 如果你怕你自己忘记它们分别是用什么颜色的话 也可以写号码做标记 比如123像这样子 过后就用框架把布固定着 再剪出来 开始搓搓绣啦 拿出搓针 穿线器 还有毛线 先从搓针底部推至顶端 把毛线穿进搓针的洞 从底部拉出毛线 然后把穿线器穿进小洞 再把毛线放进搓针的洞 穿过小洞就可以了 搓针记得要大概调节到这样的长度 搓进去 从布的后面拉出毛线 然后继续搓 记得针要向外 这样的角度搓才对 一开始可能会很容易脱线啊 还是搓错 但是都不用担心了 因为你可以直接拉出毛线 然后再搓过 都是很OK的 如果你要换别的毛线 把毛线搓进去 然后留一点长度再剪开 再重复刚才穿针的那些步骤就好了 搓完过后 拆掉框架 反面 先把多余的布料剪掉 这样的话等下操作起来 它会更方便 把那些太长的毛线剪掉 然后你会看到背面的毛线是圆圆圈的嘛 就用剪刀把它们都给剪开 变成比较长的毛线 这个步骤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还有耐心 周围也很多那种碎碎的毛线 要自己摘拉之后 用剪刀轻轻的去调整毛线的位置 大概像这样推一推 然后剪掉过长的毛线 我本身的话因为想要毛线更加的平整干净 所以我会用电动的T恤刀 这样子划过毛线的表面 最后再剪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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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的多余毛线 好了过后就翻面 围绕着搓袖布剪开 大概像这样子 用白色浆布将它们粘在一起 在它的中间剪一个洞 在像video这样子剪 因为我也不懂要这样解释 反正步骤就跟刚才差不多 剪完过后就用白浆布把它们粘在一起就对 把毛线圈圈放在镜子上面 用hot glue gun把它们粘在一起固定着 把镜子放在布纸布 用铅笔标记镜子的大小 然后剪出来 把布纸布放在镜子后面 确保它的size能够覆盖镜子里面就ok了 用整线围绕着布纸布和毛线圈圈缝 缝起来 呀这个是最后一个步骤 真的其实步骤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很简单的有没有 完成啦 其实只要有这些材料在跟着步骤DIY的话 就可以拥有一个很aesthetic很高级很可爱的镜子 每天照镜子心情都会变得更好 那今天的video就到这里啦 之后会跟大家分享更多DIY搓搓修idea的video 比如会做成钥匙圈啊地毯等等的 不想错过的话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开小铃铛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下个video见 bye by bwd6